大家好,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收看Knockout从入门到精通教学视频 我们今天学习第九课 我们第九课教大家开发一个实例 是一个支付银行选择页面的开发 由于内容比较多,我们分为上节课跟下节课 在进入本节课的内容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留的家庭作业 我们回到上一节课的页面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页面 当我们没有输入姓名跟邮箱的时候 点击提交 我们的验证信息会显示在这个输入文本框的后面 那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留的作业是 希望大家能够将错误的提示信息 显示在一个集中的区域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看一下这个怎么去编写 好,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打算在form表单的下面显示错误提示信息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div标签 这个div的class我们设置为error 显示红色的字体 定义一个p标签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写到databind这个关键字 好,重点来了 我们这边需要写入validation message 而这个message对应到的也就是我们这边写了验证方法的这些变量 首先是我们的name 复制这一段代码 其次就是email 这样我们接下来错误的提示信息就会显示在这个class为erroros的div当中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去看一下页面的效果 我们刷新页面 点击提交按钮 我们发现这边显示了请您输入您的姓名 错误提示信息 而下面 我们这个class为erroros的这些div当中 也显示了姓名跟邮箱的错误验证提示信息 那我们觉得这两块地方其实是显示重复了 我们只需要显示自定义的这个错误提示信息 而不需要显示在输入的文本框后面提示的这个错误提示信息 我们只需要改一个配置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只需要将validation这个configure当中的insertmessage这个属性 设为forse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 点击提交按钮 我们看到 原本在用户输入文本框后面提示的那个错误提示信息 现在已经不显示了 只在我们定义了显示错误提示信息的这个div当中 去显示提示信息 我们上节课的家庭作业就回顾到此 我们本节课的开发内容是叫大家开发一个支付银行的选择页面 首先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支付银行的选择页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讲怎么样去定义这个页面它的核心数据模型 我们看到这个选择银行支付的页面 首先这边显示了九个银行的选择 当鼠标移过银行的这个logo的时候 会显示银行选中的这个样式 并且显示该银行支持储蓄卡 还是支持储蓄卡跟信用卡 这边还有一个更多银行的按钮 点中之后会显示余下的所有的银行 一开始显示的只是一些常用的银行 在选中某一个银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支付银行 它后面显示出来的就是你选中了这个银行 我们要开发的这个例子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银行列表 以及显示一些你选中时候银行的一些附加信息 那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 我们这个例子要定义的核心数据模型 其实就是一个银行的列表 而每一个银行它包含的一些属性 可以大致包括银行的编码 银行的名称 银行是否被选中 银行是否被鼠标悬浮 银行所对应的图片 也可能是对应的 css的名称 银行所属的 支付宝网银的编码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代码界面 去定义这个银行的实体类 以及银行的列表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银行列表的变量 叫做banklist 用大写 这是一个数组 数组当中是银行的这个实体 我们先定义一个实例 银行包括ID 下标 1 bankname 银行的名称 比如说中国工商银行 bankcode 银行所属的支付银行的编码 A3115 classname 定义的中国工商银行的图片 所属的这个样式的名称 简称工商 bankid 表示该银行的编码 b i存 固存 b2c 其次 这个银行是否支持储蓄卡跟信用卡 如果两个都支持 则我们输入11 support 如果只支持一个 就输入10 工商银行是两个都支持 所以我们输入11 selected 是否选中 我们默认 让这个是 是默认的 不选中状态 好 我们定义的第一个银行的实体 就是 这么多属性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银行 我们在此就不一一的 去直接编写 我们直接把它copy进来 一共是24个 那我们这个banklist的银行数组就已经定义完成了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 这个银行数组是可以绑定到knockout的observable变量当中 但是它的selected是否选中状态并没有直接被observable到 那这样子如果我们的银行选中了 这个时候它并不是被knockout去监控的选中状态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定义一个变量 将selected这种需要observable的变量 附到一个新的属性当中去 我们定义一个新的变量 叫做bankentity 也用打写 这里我们假设输入的这个变量的值是bankdetail 其实就是对应到这个banklist当中的一个银行的对象 好 定义self 就是this listdetail 银行的细节 详细信息 也就是我们传进来的这个bankdetail 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个上面再附加两个属性 第一个selected 这里需要使用knockout的关键字 kodableable 绑定的是bankdetail 绑定的是bankdetail当中的selected 也就是默认的选中状态 另外一个属性 我们给它叫做hover 是否悬浮 表示该银行是否被鼠标悬浮 这个属性我们也是需要被监视的 sevable 默认为不悬浮 false 好 我们定义好了banklist 银行数组 跟包含了selected跟hover这两个被监控的属性的银行实力 那我们接下来需要做一个映射 将banklist当中的这个银行的初始的一些详细信息 使用bankentity这个对象重新包装之后 再生成一个新的银行数据的对列 那这样我们在viewmodel当中定义一个新的属性 叫做mappedbanklist 字面意思解释就是 序列化过后的银行数组 这个匿名方法 首先定义一个list 内部变量 new array 是一个数字 最后我们会return这个list 其中我们用一个循环 count为banklist的长度 i小银行数据 i小银行数据 count按加价 list的push 每一次旋循之中 都往list当中push一个新的new bank entity banklist i 也就是我们这边传进去的bankdetail 我们接下来再定义一个叫做banklist 的对象使用knockout的默认语法 ablovable去监控这个最终定义好的这个银行数据的列表 mapped sale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两个低级的错误 这边mapped的banklist跟banklist需要使用sale 来带它当作新增属性 而不是在内部定义一个变量 好 我们这个样子就ok了 那我们这个银行选择页面的核心数据模型就已经定义完成了 好 我们来对本节课做一个小节 首先我们回顾了上一节课给大家留的家庭作业 然后我们进入本节课的内容 让大家去开发一个支付银行选择的页面 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选择页面完成之后的实际效果 来给大家分析如何去定义我们这个页面 它的核心数据模型 也就是一个银行列表 以及一个银行实例 这两个数据模型的定义 接下来我们定义了这两个数据模型 好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留意下一节课 支付银行选择页面的开发下集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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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